好 不论如何 这可以说是人类史上规格最高的一场救援行动 那么出动了许多全球精锐的科学家 那么当然现场的这个器具 机具都是一流的 其中大家都看到了这个凤凰号的救生舱很炫 就是它救出了33名矿工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 凤凰号里面的监控摄影机是台湾制造 受困地底两个月终于重奸光明 凤凰号救生舱又带回一名矿工 地底下矿工们挥手报平安 传递这些珍贵画面的摄影机来自台湾MIT 凤凰号每次回到地面 工作人员打开舱门仔细检查 看看门边这一台白色半圆形的监视摄影机 就是台湾制造 从冰冷到酷热的环境都适用 而地底600公尺的高温也运作正常 这只摄影机成为智力矿灾中的大工程 就在于它在黑暗的环境中 还是可以把人像拍得很清楚 矿坑地底没有光线 每一张矿坑脸孔依旧明显 台湾科技成为智力政府救人时的希望 他们可能想要找一个方式去确保 可以知道被困住的矿工的状态是怎么样 所以他就跟我们在智力的代理商做联络 夜市功能强大 让台湾制造的摄影机扮演凤凰号的眼睛 在国际注目下成为救援大工程 中心新闻李东益苏西亚台北赛访报道 中心新闻李东益苏西亚台北赛访报道